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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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姐妹平安 感谢神给我们这样子好的机会 我们可以一起来到祂的灯 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圣经中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 那就是夸口当指着主夸口 夸口当指着主夸口 这是保罗引用就约耶利米先知的一句话 这一句话在我们的生命中极为重要 因为这一句话能够帮助我们清楚的知道 在我们个人的生活 在我们家庭的生活 在我们教会的生活里面 如果我们不是把基督摆在最中心的位置 我们就注定有许多的痛苦 有许多的麻烦 而且最伤感情的 那就是我们如果没有把基督摆在那个中心的位置 我们一生所做的 在永世中就没有价值 所以保罗花了四章的圣经 来帮助我们明白 什么叫做夸口 当指着主夸口 我相信上了这么多堂课 弟兄姊妹都知道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一到十六节那里 他是帮助我们从七个方面认识神的教会 你看见神的教会这七方面的时候 你就很清楚的知道 夸口当指着主夸口 然后从第一章的十七节开始 一直到二十五节 那么神就借着保罗让我们看到 神的智慧跟人的智慧是何等的不同 而神的智慧 他显明出来 在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上 那真是让我们用现代人的话来讲 叫做跌破眼镜 可是神就借着这些话 让我们知道 神所设计的福音 神所设计的救恩 是教人不能够自夸的 因为人没有半点的贡献 那从二十六节到三十一节 神在一次帮助我们认识 神的智慧在他所拣选 所拯救的人身上显明出来 神选一些在我们人看 是不配的 神选一些在我们看是不好的 其实我们看的配和不好 都是我们人用世俗的眼光看 其实从永恒的眼光看 世界上没有一个人配 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好 所以就是这群不配不好的人 圣经里面说 我们这群罪人 能够蒙了主的恩典 在他的大能中 在他的智慧里面 被他改变 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圣徒 英文说 from sinner to saint 这一个工作 是没有人可以做的 没有人可以得到的 这一个工作 只有神的智慧 才能够达成 所以我们这一群人 当我们想到我们原来是罪人 如今蒙了恩典 我们能够分别为圣归给神 我们得在基督耶稣里 是本乎神 神又使他就是基督 成为我们的智慧 成为我们的公义 圣洁和救赎 难怪保罗到了第三十一节 他要说 如今上所记 夸口的 当指着主夸口 这里有一个蛮有趣的事情 是需要我们一起来想一想的 那就是基督徒活在地上 应该是没有什么夸口的 基督徒要谦卑 不要什么可以夸口的 可是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指着主夸口 这个观念很重要 弟兄姊妹你知道吗 今天有很多人讲谦卑 很多人讲了很多很多的谦卑 很多人听了也觉得很受感动 其实我告诉你 你听完了讲完了 听的人不谦卑 讲的人也不谦卑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对谦卑的认识不够准确 我们不是告诉别人说 我不好我不好 这就叫谦卑 不是的 我们更不是假装说 哎呀我很谦卑我很谦卑 不是的 你知道我年轻的时候 我们在的那个教会 有很多的遗传 非常的保守 那其中有一个遗传呢 就是每一个弟兄姐妹 我们到聚会的时候 都不可以笑 因为我们相信的耶稣基督 祂是忧患之子 我们怎么可以随便乱笑 这个笑不属灵的 所以我们都要 每次聚会都要一副 愁眉苦忍的样子 为罪为义 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 谦卑吗 不谦卑 这是假冒为善 我们常常就喜欢 装作一个什么样子 真正的谦卑 不是说自己好 那当然不谦卑 真正的谦卑 不是说自己不好 因为那还是同样的不谦卑 真正的谦卑是什么呢 真正的谦卑 是忘记自己 定睛在耶稣的身上 真正的谦卑 是让耶稣的美丽 能够在我们不知不觉中 从我们的生命中 显明出来 这个叫做夸口 当指着主夸口 什么样的人才会夸口 指着主夸口呢 就是这些人 他已经完全消失 在基督的大爱里 这一些人的生命中 没有自己 没有我想 没有我要 没有我以为 没有我的坚持 一切都是基督 一切都在基督里 这叫做夸口的 当指着主夸口 只有这样的人 他一生活在地上 就是为了荣耀神 这样的人 才是真正谦卑的人 然后神继续 借着保罗再往前面走 就到了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 那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 第一节到第五节的里面 神的智慧 怎么显明出来呢 这里让我们看到 神的智慧 从一些真正合神 心意的传道人的身上 显明出来 这里说弟兄们 注意到了没有 保罗常常提醒 我们的关系 弟兄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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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何等的需要神联名我们 我们需要记住 我们跟别的基督徒中间的关系 是一个生命的连结 我们真的是弟兄 我们是从永远到永远的弟兄 那当然我要在这里特别解释一下的 就是不要以为只有男生才是弟兄 圣经里面讲的弟兄们的意思 是包括了男的弟兄 也包括了女的弟兄 这话怎么说呢 你要记住 每一个信耶稣的人 我们都成为神的儿子 我们都是神的儿子 什么意思 那就是说在生命中 我们都是弟兄 虽然在肉身里面 我们有男的 有女的 的区别 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 如今在耶稣基督里的 就没有男的 也没有女的区别了 没有这个分别 我们都是弟兄 保罗在这里一次又一次的提醒我们 我们的关系是弟兄们 他说从前 我到你们那里去 并没有用高言大致 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 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在第一章十七节那里 保罗说 基督猜浅我 缘不是为施洗 乃是为传福音 并不用智慧的言语 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 保罗在这里 他要强调一个事情 是他到哥林多去 他到这些还不信主的人中间的时候 他不用智慧的言语 他没有使用高言大致 他没有使用高言大致 不表示保罗这个人没学问 不表示保罗这个人没有什么智慧 没有什么口才 不是 我们如果读保罗所写的这些书信 我们就很清楚的知道 保罗这个人真的是很聪明 他真的比我们很多人都聪明许多 保罗这个人也实在真的有口才 你如果好好地读罗马书 你就知道一件事 他的那个思路之完整 那个他的辩证 他的那个推演 哎呀真是 这是一个何等有口才有智慧的人 但是保罗说 我到你们那里去 并没有用高言大致 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 我们常常会提醒弟兄姐妹 我们听到的时候 一定要有一颗谦卑的心 我们如果没有谦卑的心 我们是听不到神 要对我们心所说的话 可是弟兄姐妹 我们每一个人有机会替神说话的时候 我们更要记住一件事 是我们这个人 讲神的话 我们也必须有一个谦卑的灵 我们如果没有谦卑的灵 我们可以高言大致地教训别人 可惜 神不会用那些话 真正地去改变弟兄姐妹的生命 只有一个谦卑活在神面前的人 圣灵才能够透过圣经 用着他的嘴 把恩言说在弟兄姐妹的心里 你知道吗 同样的一句话 有一些人已经听过五遍 听过十遍 可是这些话听了 好像没有听一样 道理都懂 生命不改变 可是有一天他碰到一个传道人 这一个传道人是谦卑地活在神的面前 没有高言大致 不依靠自己的口才 不依靠自己的智慧 单单依靠圣灵的大能的时候 你会很惊讶地发现 同样的一句话 简简单单的一句话 就在人的里面 带下了起始回生的作用 就让人一生都记得 让人的生命真实地改变 不用高言大致 是因为他深深地知道 他的高言大致是没有用的 顺便在这里提一下 有一些对着圣经不够了解的弟兄姐妹 会受到假师父的欺骗 很喜欢去追寻那个什么 智慧的言语 知识的言语 弟兄姐妹这里讲得够清楚了 保罗说我不用智慧的言语 我们这些人就 我很想用 我只是没有 没有还要假装乱用 为什么不要用这些东西 因为你依靠这些东西 基督的十字架就落空了 请问 我们今天传讲神的话语 无论是对不信的人讲 无论是对教会的弟兄姊妹讲 我们的依靠在哪里 保罗说他不依靠高言大致 我们今天依靠什么呢 有人依靠他的参考书 如果没有参考书 他就死了 有人依靠网路 有些传道人要讲道 就上网拼命地到处去找啊 找啊找 把张三的理事的 所有有名望的传道人的奖章 通通找来 这里抄一块 那里抄一块 冲在一起 这就是他的奖章 我们依靠什么 有些人依靠学问 有些人依靠他的神学 有些人依靠他的口才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依靠 可是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真正的依靠 应该是神的自己 今天有许许多多站在讲台上的人 你去听他讲道的时候 你会有一个感觉 哇 他真有学问 哎呀 他的口才真好 哎呀 这个人真是聪明 哎呀 这个人真是会讲 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知道这些评语的背后 告诉我们什么吗 我们这些传道人 已经拦阻了神的荣耀 曾经在一个非常美丽的礼拜堂里面 在那个讲台的后面 有一个很古老 很美丽的那种雕花的那种玻璃 是很贵很贵的那种玻璃 在那个玻璃的窗子上面呢 有十字架还有耶稣基督的一个图案在那里 有一次 那个教会的传道人 他到外面去讲道 所以他就请了一个身材矮小的 特作的外来的讲员 请他讲道 这个身材矮小的讲员 讲完了道以后 上会的时候 有人就听见 有一个小朋友 因为你知道在美国聚会的时候 大人跟小孩是在一起听道的 不是小孩子跑去上诸位学的 而这个小孩子呢 听完道以后 上会就问他妈妈 他说妈妈 平常站在讲台上 挡住耶稣基督的那个传道人 今天到哪里去了 弟兄姊妹 我们也许 没有用我们的身材 挡住了别人 看见耶稣基督 但是我们这些人 多少的时候 用着我们拥有的一些东西 让人看见的是我们 而不是看见我们所传讲的主 一个真正好的传道人 是别人听完他的讲道以后 别人会说 我们的神 何其伟大 何其美好 如果别人听过了我们讲道 会说 哎呀 这个讲员真棒 弟兄姊妹 我告诉你 这就是做讲员的人 最大的失败 保罗在这里说 我从前到你们那里去 并没有用高言大致 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 神的奥秘 如果弟兄姊妹 你有兴趣 你在圣经里面 好好地查一查 所有圣经里面讲 关于神的奥秘的经文 你把它拿出来 放在一起看一看 你就能够明白 神的奥秘 不是我们想象中 很神秘 很奇怪的东西 不是的 圣经里面讲到 奥秘这两个字 它的意思就是 原来是隐藏的 原来是没有向人打开的 原来是没有告诉人的 是神没有向人启示的 一些真理 那个就是奥秘 那所有的奥秘 宣传 什么叫宣传的意思呢 就是传讲 如果一个奥秘 已经向人打开了 这叫启示 已经启示出来的奥秘 不是神秘 已经启示出来的奥秘 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理解的 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明白的 两千年教会的历史 一直有一些很可怜的事情发生 就是总有一些人说 我告诉你啊 神告诉我一个特别的秘密啊 神有一个特别的启示 在我里面 这个是没有别人知道的 让我告诉你 神所有的奥秘 都已经在他儿子 耶稣基督的身上 向我们启示了 如果弟兄姊妹 你有时间去研究 关于神的奥秘 你就知道 神的奥秘不是别的 神所有的奥秘 都集中在他儿子 耶稣基督身上 在耶稣基督 还没有到神 到成肉身以前 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 天上的天使想不明白 他不能够明白 哪里有这种事情 哪里有一个无限大的上帝 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神 会变成一个非常渺小的人 会变成一个受时间空间限制的人 这是一个奥秘 没有人能够明白的 但是当耶稣基督 道成了肉身 在地上三十三年半的时间 有真理又有恩典的活在人中间的时候 这一个奥秘 就变成了公开的秘密 保罗说 他没有用高言大字 来宣讲神的奥秘 什么是神的奥秘 神的奥秘就是基督 所有跟基督有关的一切的启示 那都可以统称为神的奥秘 那跟基督有关不只是只有基督 也有关到跟基督有关的 包括了教会 包括了基督的身体 包括了我们这些 卑贱的人将来要得荣耀 这都是奥秘 这都是天使想不懂的 所以他们才要观看 所以他们才惊讶 保罗说 我没有来给你们讲神的奥秘 用高言大字 因为我曾定了主意 在你们中间 不知道别的 只知道耶稣基督 并他定十字架 保罗清清楚楚的知道 当他来传讲神的奥秘的时候 他不知道别的 什么叫做不知道别的 就是在他的心目中 所有其他他一切的学问 他一切的知识 所有在基督以外的东西 对他来讲 都是不重要的 所以保罗说 我不知道 我根本就不去理会那些东西 保罗一讲到 关于神的奥秘的时候 他唯一的关注 就是耶稣基督 并他定十字架 这好像他在加拉太书 第六章十四节那里说 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 只夸我们主 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耶稣基督 并他定十字架 我们已经说过 不只是在十字架上 那个赎罪的伟大 耶稣基督 并他定十字架 是讲到主的诞生 讲到主在地上一生的顺服 讲到主那个完美的生活 隐藏的生活 讲到主那个完全的顺服 讲到主那个尊严 讲到主的全能 讲到主的美丽 所有基督里面 一切的丰富 叫做基督 并他定十字架 换一句话说 就是神全辈的福音 这是保罗唯一的关注 这也应该成为我们唯一的关注 我们低头祷告 天父我们真谢谢你 因为你乐意将你的儿子 启示给我们 我们感谢祷告 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来吧 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 奔向我们神的殿 踏避将同地道 教训我们 我们一条心 踏着道路 因为学会比处于西安 耶和华的言语比处 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